下午就算了 虽然哪壹 旅行者 泰蒙 还有湘麟 几位 许久不见了 哟 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地上还有一块好大的石头 说来话长 总之我希望先明确一下 这块尚未明确来历的石头 就由我来着手处理了 你们二位没有意义吧 客情办事向来雷厉风行 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这话说的 是不放心我的手腕 哈 客情不管风吹雨打都在外面跑 跟你大不一样吧 哼 再说你又不在乎这事 计较什么呀 开个玩笑而已 你倒是打折随棍上 数落起我来了 把人家旅行者都给晾在一边 怎么会呢 几位想知道石头的事 对吧 那就请大航海家北斗船长 为你们介绍一二 这女人 哼 也好 筷头挺大的筷头对吧 表面还很光滑 看着就像是里头有什么宝贝 这东西是云民从前海区捞上来的 瞧他的样子应该是在水里沉了很多年 被冲刷成这样 不能被私有的东西 只好交给公家了 放在我们这儿 他们也能安心些 石头里有什么呀 刀枪棍棒都试过了 劈不开也打不碎 这块石头绝不是看起来这么简单 刀枪不入的石头 听起来就很厉害 客行意外的很在意这块巨石 便将由他处理了 这些稍后再说 旅行者 你们来这里是要找谁吗 哦 我们找你们所有人 该不是出了什么天崩地裂的大事 不 不是啦 被派蒙说得太夸张啦 嘿嘿 其实我就是来打听一下你们对吃的偏好 吃 好突然的问题 我的口味很简单 精 简 纯 细 就可以了 哼 这叫简单 四个字就能概括我的要求 不简单吗 到海上待几个星期 保证治了你这身富贵病 北斗姐呢 我啊 新鲜热菜都行 能加点辣子就再好不过了 虾酒菜如何 哈哈哈哈 当然好 我的话 果然还是海鲜 嗯嗯 海鲜热菜 精简纯细 不一定哦 旅行者 你知道金丝虾球呗 诶 是 我最喜欢的 做这道菜 得把虾仁洗净梯线 包在切得极细的土豆丝里 放入油锅炸制而成 是不折不扣的功夫菜哦 外观精巧 香味醇厚 摆盘固然简单 所用到的技巧却很精细 很符合宁光小姐的四字概要 原来做菜的争议也是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万变不离其宗 正是 金丝虾球兼具了美感与口味 是仅有价值的菜肴 嗯嗯 明白了 可情最喜欢金丝虾球 我 我没那么说吧 哈哈哈哈 问道就好 好 三个人的意见都收集完毕了 谢谢你们 我会认真参考的 对了 旅行者派盟 你们之后有安排吗 我想请你们随我一起 调查有关这块石头的事 树叶有专攻 我们就是最好的搜查专家 没错 于公 我们七星有责任 给渔民一个交代 于私 我也有些想要查证的事 所以 我会请上最好的帮手 亲自跟进此事 主月节的大概由来 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 不过呢 我个人对这个传统节日 有些其他见解 我的祖父是研究 黎月传统文化的学者 他在笔记中写道 古黎月有过一位造神 人们似乎会在特定的时节 纪念这位神明 记载造神相关的典籍本就稀有 文本内容也十分混乱 一些学派认为 造神就是阎王爷 一些则指出 造神另有奇人 更有一则民间奇闻 据传 古人曾找到过造神的神龛 然而其中没有神像 仅有一块表面光滑的巨石 巨石在后续运输途中丢失 至今下落不明 而这块石头 恰好有着同样的特征 或许就是当年失踪的那块 祖父研究古籍多年 提出过一个假设 对造神的纪念可以被称为造神节 这一节日或许正是逐月节的原型 而求证此事 需要查明造神的真身 其事实 说不定 这也是冥冥中的天意 好有担当 不愧是柯晴 没关系没关系 你们是要办正事对吧 不用介意我的 毕竟我只是 哦 等等 我想到了 什 什么 突然大叫 柯晴 你们要调查的话 能不能带上我 诶 可是 既然是调查造神相关 说不定途中 会有与烹饪美食有关的线索 能为我参加厨艺比赛提供灵感 拜托了 请带我一起去 我会帮忙的 既然你这样请求 好吧 真的 谢谢你 你真好 咳 那 那我们差不多出发吧 听人说 青测庄有不少古籍旧书 我想先去那里打听一番 明白了 先去青测庄 你方才那番话有欠妥当 就算是我 每天也会在玉京台来回散步 到黎月港内走走看看她 哼 只是不想发胖而已吧 走吧 时间紧迫 走吧 时间紧迫 洛西奶奶 我们想请教一些事 青测庄里有没有古籍呀 要很老的那种 要找古籍吗 我想想啊 那边有一间旧仓库 是属于飞云商会的 里头有许多家中堆放不下的书本 他们家小少爷 有时还会过来看书呢 飞于商会的小少爷 是说行秋少爷吧 原来是他家的仓库 那我们去看看吧 救命啊 有贼 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 快去看看 开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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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惯例打扫书库的日子 没想到会遇上贼人 你没事吧 多谢各位 我没事 瞧您的打扮是旅行者吗 还有这位是 客情小姐 幸会 幸会 打扰你了 我们听说这间屋子是飞云商会的旧书仓库 来此事想请教 你们这里是否保存着与灶神有关的古籍 灶神 我听人说灶神就是阎王爷吧 是吗 以前听稿研究的朋友提过 做饭用的炉火是靠着炉灶燃起来的 而炉灶是用石头堆砌而成 有人认为这是阎王爷的恩赐 便认定阎王爷就是灶神 竟也不无道理 其他还有什么相关书籍吗 您这样问我 我 我 我可能得问问少爷 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重云 行秋 啊 你们好呀 你们两个怎么都来了 闲着也是闲着想来这里看会儿书就拉重云一击过来了 我只是个陪客而已了 玉衡客情也在 看来几位是有什么要事 行秋少爷 猫妹请问一下 你这件书库里有什么与灶神相关的古籍吗 我亲手整理过仓库 我亲手整理过仓库 里面的书有些印象 若没记错 书库里有本《黎月神话时宜》提到过灶神 方便借书一月吗 啊 当然 不嫌弃的话 请让我带路 阿生 这里我来招待 你去忙自己的吧 他们出来了 怎么样 找到相关内容了吗 行秋少爷记性当真过人 《黎月神话时宜》里确实有关于灶神的记载 只是 书中写 齐行如龙 常为毕日 齐找私火 受人已至 凡人得此馈赠 以火烹食 民生良善 齐行如龙 与阎王爷的传闻很一致呢 对 不过 想知道更多还得继续调查 书库中没有其他信息了 恐怕得另寻名录 我家是方术世家 也藏有不少古迹 听你们说灶神 我稍有印象 嗯 传说 他曾在归离极现身 但真假如何 就不好说了 书是人写的 人怎么想 书就怎么记载 每人想法不同 书中地路 字也不同 可惜我们没法帮上更多忙 哦 这些足矣 离月地大物博 存在过的事物肯定会留下痕迹 只要持之以恒 定会有所收获 多谢几位 我们再去别处找找 啊 等等 有话要问 行秋 重云 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对食物的喜好呀 食物 那 难道你要参加那个除王争霸赛 对啊 干嘛一脸惊恐的样子啊 香菱 姿势体大 你可千万不要拿奇怪的东西去参赛 什么叫奇怪的东西啊 应该是指那些史莱姆华野蘑菇之类的菜 史莱姆华菇的口碑确实一般 所以我开始调研了 想做些更有说服力 更具魅力的菜品 这样的话 我喜欢凉菜 是因为重云不能吃热辣的食物吧 确实是这样没错 我口味偏淡 爱吃清淡鲜美的菜品 上汤食蔬 蒸煮和鲜海鲜 炖菜 诸如此类 都不错 符合我对行秋的印象呢 哦 又一个清淡派 我记下了 我们说的都是些个人喜好 而且各不相同 这么杂的意见 真的能有帮助吗 当然有啦 你们都是我的食客 给食客带来笑容 就是厨师的使命嘛 湘菱在研发菜品方面 时常见走平衡 但她的心思从来没有变过 能做出好菜的厨师 一定是像她这样非常纯粹 比较为食客的人吧 怎么突然夸我呀 都不好意思啦 啊 抱歉耽搁大家 我要问的都问完了 我们继续调查吧 可情 下一站去哪儿 嗯 方才说到 造神曾于归离集现世 归离集如今已是一片鲜有人际的旷野 附近有间望书客栈 可以到那边打听打听 各位 术不远送 祝你们一切顺利 加油啊 要是遇到麻烦 可以回来找我们帮忙 走吧 下一站 网书客栈 今天从哪本开始看好呢 有了 冲云 随便挑一本书读给我听好不好 这样就不需要我来动脑子了 还能这样啊 不行吗 那我读给你听吧 嗯 这本怎么样 痴男怨女闲话论 我说行秋 你家书库里目 遇见 暗斗技巧实录 这本呢 呃 这 今天从哪本开始看好呢 嗯 有了 冲云 你随便挑一本书读给我听好不好 这样就不需要我来动脑子了 诶 还能这样啊 嗯 不行吗 那我读给你听吧 嗯 这本怎么样 痴男怨女闲话论 我说行秋 你家书库里莫名其妙的书未免太多了点 欲经抬明争暗斗技巧实录 这本呢 呃 这 啊 哪 啊 我 啊 啊 вид 我 啊 我 看到颜笑了 旅行者 还有这几位是 是我们的朋友 香菱 锅板 还有克勤 克勤 是黎月七星那个 那个 你好 不不 我这种小老百姓 还是第一次见 玉恒星这样的大人物 看他健康的身躯 有力的手腕 淳朴的眼神 一定是个好厨子 几位大老远过来望书客栈 有什么需要吗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据传 灶神曾出现在龟离集 望书客栈是这一代历史最悠久的完整建筑 若有古籍 多半会被送至此地 请问 这间客栈是否有藏书库 里面有没有关于灶神的内容 诶 说到这个 我们店里是有不少年代久远的书册 我还在里头翻过菜谱呢 就是得想想放哪了 这样吧 我去找找 你们等我一下 哦 对 旅行者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呃 需要付钱给你吗 咱们谁跟谁 哪能收钱呀 我就想问问 你们要是闲着没事 能不能帮我做一道满足沙拉 为什么是满足沙拉呀 你们知道客栈楼顶有个人吧 就那个长得很俊 个子不太高的小伙 你小声点 也不怕被他听到 哦 反正你们知道是谁就成 老板让我多照顾照顾他 可他呀 每天参风引路的 忒难伺候 除了杏仁豆腐 就没别的爱好 听老板说 你给他做过一道满足沙拉 他挺喜欢 你看 能不能教教我 怎么做这道菜 我也好做给他吃 居然是要做给萧吃啊 你们对他还不错嘛 人生在世 对那些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 能不好吗 那我去去就来 等着我啊 快去快回 有劳你了 旅行者 您请 非常感谢 趁客情看书的时间 我们去做满足沙拉吧 萧林 你怎么打算 虽然很想学 但大家都有事要走开的话 我留下来陪客情就好 那我们走 你们坐 我在边上看着就行 看一遍 多半就能记住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嘞 我学会了 谢谢你 步骤都记清楚了吧 当然了 怎么说我也是附近最好的厨子呀 我们去问问客情和香灵看得如何了 客情 香灵 我们回来了 嗯 菜做完了 刚好 我们这边也看完了 咋样 这书有用没有 有 而且 关于造神的机会令人意外 书中写道 西北二百里 归离极之所在 其上多聚落 民众围猎种植 耕之为生 造神灵时 其行画衣为多 高若还同 如星斗落地 散入万户筑其生火 民得此火 知热食 餐汤饭 烹熟肉 跟黎月神话十一中的记载完全不同 而且互相冲突 话一为多 意思是 造神不止一个 看字面意思 是这样没错 散入万户筑其生火 造神真会亲手帮忙做饭吗 好一个亲民的神哪 目前有两条互相冲突的线索 我们该信哪一边啊 还得多做调查 在下定论 谢谢你的书 严相 哪里哪里 您客气了 倒是旅行者帮了我不小的忙啊 平时没少麻烦你们 今儿刚好我有空 想请大家吃点好吃的 你们看能不能留下吃顿便饭 也好让我尽点心意 哇 这个人很自信 我喜欢自信的厨师 能做出好东西 我想尝尝他做的菜 旅行者 我们试试吧 盛情难缺 如此也好 元孝 期待你的手艺 哈哈 您就瞧好了 好嘞 您就瞧了 好 您做得很高 你说的 有蛋 童这个 您看不见的 还在此 您看不见我 您看不见 为什么 这蛇 你コメント 你不太清楚 大家 来这边坐 熟门熟路的样子吗 我坐这边 锅把也一起 来喽 各位点的菜都上齐了 哇 闻着香味就知道 它会是我的好对手 太香了 太香了 真想不到 一间不以饭菜为卖点的客栈 厨子手艺竟有这么好 住店也好 打家也好 谁不想吃顿好饭呢 咱们开的这店 名义上是客栈 实际上啊 样样都要有 才能让人别人家 各位慢用 我先去忙了 颜巷 你会参加今年的厨王争霸赛吗 莫非你也 对 我会参加 而且会努力进入决赛 颜巷 你做的菜很好吃 我非常期待与你在决赛碰面 有意思 好 到时候见 刚才那是宣战吗 更像是棋风对手吧 嗯 他真的是个好厨师 做的东西好吃 菜肴中所展现出的为人也很踏实 这样的人 会是个好对手 自从与清泉真的布洛克小姐对决之后 我还没怎么跟人过过招呢 嘿嘿 哪里哪里 你怎么偷吃客情最喜欢的菜啊 嗯 我的金丝虾球 而且吃的一个都不剩了 哎 不是跟你说过在外面不能这样吗 对不起 客情 我会赔偿你的 没关系吧 再叫一份就好了 今天专吃言笑的 不一样 不一样 当下想吃的那份菜没吃到 就算换成其他东西 也怎么都弥补不了那种情绪 美食是一种情感 食物 和气氛三合一的东西 缺一不可 确实 这么一说 是非常精准的评价 我陪你一刻情 你有什么想吃的菜 想要的食材 有吗 无论是什么 我都会帮你弄的 嗯 虽然不抱什么希望 但让它为难 也不是我的本意 果然 还是给个台阶好了 既然如此 有样菜品 想麻烦你帮我试着做做看 是我祖父笔记里留下的老菜谱 没问题 给我看看吧 嗯 等回到我拿给你 旅行者 吃饱了吗 先回趟离岳岗吧 我要回去取一件东西 我得回家一趟取笔记 稍后就在万民堂会合吧 好 那我也先去准备一下 旅行者你呢 是四处转转 还是进来休息一下 刚好我有些事要跟他说 你先忙吧 嗯 好 旅行者 请过来一下 你能不能告诉我 怎么跟香灵相处 客情居然会为这种事感到困扰吗 很 很奇怪吗 干嘛用那种表情看我 因为客情看起来很自信 又很能干 感觉什么都能做到 怎么可能啊 香灵她对我一直很热情 尤其是这次她也帮了我的忙 我们 可以说是朋友吧 总之 我不太擅长应付太过热情的好心女孩子 旅行者 请教教我吧 是 是吗 谢谢您 谢谢您 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客情她刚刚是不是挺不好意思的 看她平时的样子 完全没想到 她也有应付不来的人呢 我们来啦 你们先坐一会儿 我收拾收拾东西 看看有没有要补充的食材 哇 现在就要开始问吗 怎么了 不是你要问吗 居然丢给我 是这样的啦 刚才在旺术客栈 我们发现你跟客情相处很融洽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朋友 对啊 客情性格好又好相处 大家都喜欢跟这种类型的人来往吧 你真厉害 我第一次见客情的时候 还以为来了个很难对付的人呢 嗯 会吗 我倒是从第一次见就觉得 她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啊 刚才在客栈 她还偷偷喂锅巴吃好吃的 你们没注意吗 我们肯定知道她人不错啦 只是在说第一印象嘛 第一印象 嗯 你们吃过海贝壳吗 海贝壳也很难打开 但烤完非常好吃哦 贝壳是煎了不少 烤来吃好像还没有过 那下次我烤给你们吃 反正客情就是那样啦 第一眼或许难以接近 稍微熟悉一点 就能发现她温柔的一面 再说锅巴可是偷吃了她点的菜 她还愿意照顾锅巴 我很感谢她 原来如此 喂 我发现香菱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呢 是因为这样才从一开始就黏着客情吗 胡萝卜和螃蟹都还有剩 火腿蘑菇也有 嗯 不知道客情会给我什么菜谱呢 啊 外面突然好吵啊 出什么事了 啊 好大的鸟 啊 是那个女人 放肆 哪个女人 本仙有名有姓 流云戒风真君是也 流云戒风 这名字好像仙人呀 不错 念在你这小姑娘眼力尚渴 就不计较方才的冒犯了 旅行 许久不见了 看你的模样是在为竹月节奔波 哼 连大名鼎鼎的旅行者 也被叫来参加竹月节 今年的主题果真不容小觑 是说石与山河吗 没错 竹月节期间各种食材均已成熟 正是享用美食的大好时机 看你们把节日办得有声有色 本仙绝不能闲着 论美食 论烹饪 本仙的功夫与巧思不输任何人 特此现世便是要让世人瞧瞧 本仙的新机关烹饪神机 机关烹饪 什么 机关烹饪 什么东西啊 想起来 我没有想起来 我有想起来 我没有想起来 话已带到,市井之地不宜久留,静候本仙的消息,不见不散 真是个来趣如风的女人,不是,仙女,不是,仙鸟 刚才那只鸟好像是位大人物,还很会做饭 没错,她很喜欢美食 都挤在这里做什么,仙人已经走了 客情回来了 让你们久等了 香菱,这是我祖父写在笔记中的菜谱 原册不便带出家门,我腾写了一份给你 不过,菜谱是祖父从古籍里看来的 那些书年代久远,常有缺损 所以,菜谱上也有几处缺漏,不知道要不要紧 哦哦哦,我先看看 嗯...啊... 待会儿我先研究一番 有劳你了 啊,那个,大家都在啊 这个声音是... 抱歉打扰你们谈话了 我刚好也来这附近买东西 发现骚动 忍不住过来看了一眼 刘云界封针军吗 刚才我也看见他了 居然直接出现在街头 好一位雷厉风型的仙家 客情小姐,你也见到她的话 啊...能...能借用你一点时间吗?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嗯... 有佳级要务吗? 不是的,跟工作没有关系 我想问的是一些私人问题 可以吗? 私人问题? 不应该啊 我最近没有出现任何办事不妥的情况才对 可以吗? 我...我真的问了 哦... 我看刘云界封针军 似乎在这里停留了好一阵子 请问...他有跟你们说 我...我小时候的事吗? 你小时候的事? 完全没有啊 诶...真的吗? 太好了 我还担心...他总是聊着聊着 就跟人说起无关的话题 我怕他会不会也跟你们说 那些关于我的无聊闲话 只字未提,你不用担心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客情居然完全不好奇 那些让甘雨在意的八卦是什么嘛 啊...请...请不要说 当然了,我既不好奇也不会打听 甘雨有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 他人自然不该过问 事关礼貌,本应如此,不是吗? 正气凛然哪,把我都说法了 客情...你...我明白了 谢谢...你果然是温柔又贴心的人哪 跟我想的一样 突...突然说这种话? 真是的,你快回去忙吧 哼哼,说得也是呢 各位,我还有工作要处理,先告辞了 还请大家多照顾客情 喂,你... 好的好的,包在我们身上啦 谢谢你们 那么,回头见 嗯...别听他的 大家,我刚刚想到一件事 刚刚看到那位真君我才想起来 这个造神,会不会也是仙人呀? 哦,有可能呢 我不敢断言是或不是 但可能性确实非常大 那我们应该去找仙人打听 我想,大师傅或许能帮上忙 大师傅? 意思是,你的老师是仙人? 嗯,他就在玉京台 我带你们去找他 多元才不 嗨 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很 各位 今天居然有空来看望我这老婆子呀 您好 大师傅 我们有事想请教您 您知道造神吗 造神 当然知道了 莫非 您认识造神 这么说来 哦 最近是逐月节了呀 原来如此 你们是要打听造神的事吗 是的 最近发生了一些事 我们正在追查 这样啊 巨石出现 所以你们展开了调查 各位猜得不错 我的确认识你们口中的造神 不过 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竹月原是仙家典仪 离月的人们不行仙事 却也效仿此意 借竹月之名 演化出多个节日 月色美丽的日子 大家聚在一起 喝着梅酒好茶 尝着美食佳肴 庆祝团圆之喜 后来燕王帝君为纪念一位友人 将这多种节日与竹月一词统合起来 借天官地 以月为事 一股丝经 团圆喜乐 视为竹月节 帝君 早神对离月贡献颇多 帝君向来众议 借此诗节追念故人 也是一番情意 我猜 那些节日中也许就包括曾经存在过的 早神节吧 帝君向来注重传统 可惜从今往后 传承传统的事 只能由我们这些后人来完成了 客情啊 万不可看清了自己 后人中能有周全之辈在意这些传统仪式 帝君若有之 一定倍感欣慰 谢谢您 客情大人 客情大人 凝光大人 请您一步一续 凝光找我 看来有钥匙 各位 我先失陪一会儿 如果我很久没回来 可以到凝光那边找我 走掉了 客情办正事的时候 表情好严肃呢 你们想不想知道 帝君的那位友人是谁 想 还是那么敏锐 天下本就没有那么多巧合 失传的节日 从前的朋友 当然都是一件事了 造神 同样是我的好友 只可惜 因为一些原因 造神早已不在 同时 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怎么这样 无论对谁 那都是一件憾事 不过 魔神是不灭的 我们曾约有 等到土地恢复生机 造神或许会以某种方式重回人间 真的吗 那就好 大师傅一定也很想念造神吧 我觉得您说造神的口气 像是在说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是啊 从前种种实在令人怀念 说起来 这件事居然是客情在查 那孩子很执着 对自己认定的事会全力以赴 看得人都精神了 真想助他一臂之力 可惜 我不能直接说出答案 因为这一过程 对他非常重要 可情的祖父也研究过造神 可情到底是他的孙女 这些故事啊 就让继承了谜题的可情 亲自去追寻吧 平老了 居然认识可情的爷爷 当然 黎月的大家都是我的老朋友了 那会儿啊 他爷爷也就像他这么大 还是个年轻人呢 他们祖孙俩真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凡事都认真坚持又勇于实践 黎月就像我最宝贝的盆景 我亲眼看着他越来越美 越来越繁荣 转眼功夫 又一代人长大 真好 枝头有心花 树才能长青不老啊 各位 你们以石头为线索 进行调查的想法完全正确 那块巨石就是失落的造神像 关于造神的秘密 全都藏在其中 我也想看看那块石头 请带我过去瞧瞧 说不定 看看就水落石出了 一切正常 各位 刚想着派人去请你们 你们就过来了 可奇 巨石可有什么变化 石块一角出现了裂缝 但 还不能分辨里面有什么 咦 那人偷偷砸坏了吗 应该是自然产生的 我们的刀枪对它不起作用 这是因为民间种种都是造神的力量来源 做饭的热气 团圆的欢乐 你们大家加把劲 相信很快会水落石出了 造神造神 看书上说是掌管吃饭的神明 石头裂开 难道是因为有人在拼命做饭吗 神像会汲取民间的力量 假如造神主长活与烹饪 莫非人们做菜时的心血会传递给造神像 今年竹月节的主题是我和宁光指定的食与山河 最近所有打算参赛的厨师都在认真筹备 派蒙的猜想不无可能 而且竹月节期间很多人回家吃团圆饭 最近到处都很热闹 人一多 节日气氛就更旺盛了 黎月一热闹就能让石头裂开 那是不是等热闹到一定程度 石头就会完全炸开呀 肯定错不了 对吧 大师傅 不方一试哦 此事与烹饪有关 再好不过了 本次除王争霸赛会采取室内预选 室外决赛的方式 届时 大家可以去看场观看决赛 气氛一定没问题 等决赛结束 我们就能看到造神的真面目了 对不对 确实有这种可能 我已经报名除王争霸赛 应该能帮到你哦 嗯 像你这么厉害的厨师 一定能杀入比赛 听到厨衣比赛 我肚子都饿了 好期待 要是一觉睡醒就是决赛该多好啊 好期待 好期待 好期待